盘点那些拜金女的翻车场面 我没啥意思 那我没吃啊 我也不认识你 你让我家上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家这么多空材 你为啥让我拼主 在这 啥意思啊 他拼主 那你说你认识我吗 我叫啥名啊 我不认识你 你点一桌 我一口没吃 反正你让我接上 这事合理吗 我说这不饭吧 那我就跟 你是不是吃不起啊 话可不能这么讲 你装啥子在这 你都给人整干辣了 兄弟这么着 他说我吃不起吗 一模一样呢 他点多少 一模一样不许唱 后面那张台给我上一份 能做到不速度要快 饿了 不是 后面这桌啊 好 这哥 那个咱们菜都齐了 他点这么老鞋呢 是能够 你吃吗 一起吃一口都得了吗 那个咱们同事朋友有规定 哎 哈哈 你点到那边吧 哈哈哈哈 当时我是觉得觉得挺丢人的 挺没有面子 就点了以前点的帝王蟹 和那个和牛 反正菜前的话是6000多这样子的 哦最后就点了一个点了拉飞 哦还有一个罗马尼康底 那个要20多万一瓶 那个我就没点 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也不要 不要这样子消耗人家嘛 你好 你好 你是王阿姨记得对象吗 是啊 哦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在一家围起上门 方便问一下你月薪多少吗 我月薪三千 哦 没几 哥 你看一下我车几三眼 走 等你等会儿一下 来了 趁热吃点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这么变态的 看你找的还不赖 还需要来相亲啊 嗨 早知道了 我现在找的又像这么难 就没顶个娃娃去 还挺幽默 可是幽默又换不了钱 我时间宝贵 收下我的要求 第一呢我永远是对的 第二我如果错了才会说一条 第三如果你做错事情的话 不用给我道歉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用那些迪奥 香脸 挨马 石头戏干嘛 人家送我绅士品就行了 你不用给我道歉 第四我在自己身上花了很多钱 如果你要跟我结婚的话 请给我每个月打十万 哦对了 你这个工资多少 五千 我两万 你五千有什么资格来相亲啊 干嘛呀 累了站着 你刚才说一个月要十万是吧 一年呢不算年中讲就是一百二十万 一年是八千七百六十五小时 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 一分钟呢就算是两块两毛八分三的 咱们呢就取个纸 一分钟呢总得两块二 咱们一块待了有五分钟啊 正好是一块钱 我这正好有二十 剩下九块 看看那点点 花啊就不送你了 这花有点好看 可以给你个长刀子 您给我套补车会聊准 亲个大口才沉 但是 我这儿比您干净 忘了说一句 我是一天 挣五千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 你好 你是王阿姨 就要过来相亲了吗 对对对 你是王阿姨她女儿是吧 哦不是我们是邻居 哦我以为你 都已经王阿姨她女儿 哦没有 你怎么过来的 开车吗 我听王阿姨说你有吃啊 啊没有我走着过来了 我就住这旁边了 哦哦这边小气房价是挺高的 哦 果然像王阿姨说没有 条件还不错啊 啊还行吧 三天一个月啊 是不是 租的呀 对因为我没有和父母一块住 我自己嘛 所以就 哦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王阿姨说 你家里条件就好了 家里条件就好了 其实也是一般吧 就是家里条件就比较好 哦那我们还蛮合适的耶 哦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 因为我还有几个弟弟 就是都分给她们 我自己也没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是来搞笑的吗 什么 这几票的条件还就来说我上去呢 不是我 我阿姨没跟你说吗 不是我不合适就能 去搞笑 不是我 喂 哎王哥 你出来接我一下吧 哎 行 一会儿吧 这位发给你啊 好好 再见啊 不是你干嘛呀 我们刚刚出来现场 你就给别人打电话 让人来接你啊 也不是我们不合适 你配不上我 你赶紧走吧 一会儿王哥 看着他的宝石姐来接我 等等你在这儿 请给我丢人呢 你走吧 我给你丢人是吧 你配不上我 好好好 那麻烦你 你待会儿 你那个什么王哥来了之后 你问一下他 什么叫劳斯莱斯 好吧 这是你的车呀 我不是我们 我刚刚在开玩笑的 这不是我来说 是你的车吗 啊 我们是不是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我误会你什么呀 我误会你 没有 别拉我啊 咱爸还等着回家呢 咱们走吧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啊 我让你朋友说了吗 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误会什么 你刚刚都这么损我了 你说我 我配不上你啊 不是我只是我们两个挺合适 挺合适是吧 是吧 那是你以为 你以为我们合适 但是我现在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那样啊 你配不上我啊 还王哥呢 你看你李哥吧 你看王哥 真的是 我自己很无语 第一次见你这样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没钱 什么意思啊 我好心好意地陪你来逛街 你选了一大堆衣服 让营业员忙前忙后 最后你让我付钱 哦 我不帮你付钱 你选的衣服就都不要了 你凭什么不帮我付钱 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 你让我这样出丑 我应该帮你付钱吗 是你让我来陪你逛街 你不请我吃饭就算了 连句谢谢都没有 让我付钱过分了吧 哎 你作为一个男人 帮女人付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说得真好 那女人洗衣做饭 带孩子是不是也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能做到吗 不要扯这些有的没的 你就是个没有钱的 臭屌丝 行 我是臭屌丝 你是买不起衣服的白富美 哎 哎 你明明有钱呀 你都开兵力了 你花一万多块钱买几件衣服 怎么了 就扣门 我开什么车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就一万多 你知道挣一万多块钱有多难吗 你拿我当工具人了是吧 你是觉得我年轻貌美 不值得你为我花钱吗 值不值得不是只靠外在 像你这样能年轻漂亮几年啊 真正的魅力是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 像你这样还真拿自己当回事 我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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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